持續來看到是五倍券即將在10月上路了 財政部長蘇建榮今天也向媒體透露了更多細節 為了提高數位券的綁定率 公股行庫加碼回饋和抽獎雙管齊下 總預算高達了4.5億元 另外呢這次的數位券也增加了識別標誌 讓民眾不管是實體券還是數位券 都能在店家享有同樣的優惠 不過呢蘇建榮也說 今年民眾綁定數位券得想清楚了 因為行政院已經決定 只要綁定就不能再更改了 2020年的三倍券上路 各縣市加碼又抽汽車又送房 2021年三倍變五倍 財政部旗下的八大公股行庫 為了充數位綁定率 拿出4.5億預算跟他拚了 如果早了的話也許每一個人綁定的話 可能就是800塊最高 去年最多大概500塊吧 當然還有這個今年也有店家的優惠 因為去年是沒有店家優惠 公國行庫跟台灣配合作祭出每個人至少都有300塊回饋的策略 越早綁定當然回饋越多 另外也有分階段抽獎 獎品是東奧選手文創商品等等 不管早綁 晚綁都有的抽 財政部內部目標要有70萬新戶 不過三倍券時期因為實體數位優惠不同步 最終選定綁定數位券的比例只有8% 這次策略也略做調整 政策上可能綁定以後就不能再轉換回資本 這個是今天比較特殊的 今天因為數位的政策券 有那個卻那個政策券的logo 所以店家也可以看到這個以後他就可以提供 雖然數位綁定之後不能後悔 但其實還是有一周的猶豫期可以改成領食體券 而政院最新估算 五倍券包括印製成本所需經費大約1160億 目前立憑9月中就開始登記 10月初五倍券能盡早上路 讓民眾花得開心 產業也能鬆一口氣 華西雄網站黃昭盛台北報導